我看了我們的一個數據 我們去年二手玩具回收是兩噸 今年已經進步到九噸 那表示說我們各位小朋友 在遊戲的過程中 我們對這個愛護地球的作業 這個減碳的作業也有很大的貢獻 那玩具它是跨文化的 跨年語的 跨語言的 所以玩具作為這個人與人之心的互動的螢幕界 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第一個 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第二個它代表了這個很多的環境 永續經濟這樣的議題的這個教育的重大的意義 最後機會各位預備 看前面 玩具基地呢 是台作企業的網程跟工藝信託 那透過Formosa熱火圈的專案 贊助台灣玩具租書館協會成立的一個單位 我們從去年開始 在中部這邊開始進行玩具的回收 二手玩具的回收 那我們回收到現在大概將近九噸的二手玩具 今天這個二手玩具大發揮 就是透過這個玩具 更讓大家認識說 我們回收回來的二手玩具 還有很多不同的應用方式 讓這個玩具發揮到極致 所以叫二手玩具大發揮 尤其回收玩具最多是塑膠 今天現場會有很多塑膠的相關知識 讓大家知道 塑膠的特性裡面呢 有包含了熱塑性或熱固性的塑膠 利用它熱縮的特性 它會縮小的特性 製作自理的一個鑰匙圈 為我們的地球晉分心力 所以我們做場景淨灘 如果我們請一些畫家或是書法家 請他幫我們彩繪那個符球 讓我們轉廢為寶 我們今天的課程是玩具拆解大作戰 那主要是把廢棄壞掉的玩具 已經不能再玩的玩具呢 我們做一個拆解 然後讓小朋友在拆解的過程中 可以了解到玩具的零件跟構造 我們通常拆解下來呢 會有這些零件 IC版輪胎 螺絲墊片 這些通常都是可以再回收利用的 透過拆解就可以 有點像器官移植的概念 讓下一個玩具重獲新生 那拆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沒有丟掉喔 我們把它變成玩具標本 可以讓它帶回家 變成一個裝置藝術 拆解活動很有意義 然後可以啟發小孩子 在拆解玩具 從不知道到知道 然後每一個過程 是怎樣拆下來的 讓小孩子了解說 回收玩具 就是把壞掉的玩具 然後可以支援回收 然後達到更好的功能這樣 好玩 採取企業 回收愛地球 掌握花揮 掌握花揮 耶 好 好 eled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